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明明 今天我们又来测评一款锯子 这个锯子感觉挺小巧的 一款网副锯 看起来都有一点湿了 这两天家里回潮 里面都是水 这个是电池 比起来像以前那个洗车机里面的电池 然后送了两个锯条 这个是锯金属的 这个是锯木头的 这个锯子不仅仅是锯一些木头 还有塑料什么的 这个还可以锯一些金属 还有一些这个骨头什么的 然后准备的木头 还有这个塑料管 还有这个铝管 还有这个铁管 看下这个铁管能不能锯得动 这重不是很重 把这个锂电池装上去试一下 这里一个安全扣 要按着这个安全钮 如果不按着它的话 它这个频率就比较慢一样 然后按着它的话 你看 这有点快 我们装这个木具试一下 安装方法就是扭一下这个旋钮 有到底 然后把这个锯子塞进去 然后这个锯子就可以使用了 锯一块木头试一下 这个一般的锯一些树枝什么的 挺好的 这个频率谁能截到一张高清铢就扶着它 但是我感觉这个一般就锯去这个树帕挺好的 你看 你看 白糖 红尿 黄酒 就够了 煮的跟狗咬的一样 这个木机锯还是能锯啊 感觉效率有点低 好了我们先换一下这个金属这个锯片 锯一下这个金属啊 就是这个铝管啊 好了我们先锯在这个铁管 这是水管的 嗯 没电了 这电池感觉不是很耐用啊 前面充满电来锯的 没锯多久啊 锯也能锯 感觉有点太费劲了 好了总来说这个往后锯啊 更能感觉锯一些小树枝啊 还一些木头啊 或者一些小的这个金属块 还是挺不错的 就抖动的有点厉害 特别是这个铁管的 松的锯的时候也是松的 声音也挺大的 所以既久的这手都是麻的 如果你只是家里用来锯一些小的这个树块什么的 我感觉就买那种 还是去买那种专门的那个树块的那种剪刀 那个便宜是吧 又耐用 而且又不用充电是吧 而且那个好像也就几十块钱啊 如果你要多用头啊 今天要锯一些金属啊 明天又要锯一些木方什么的 我感觉这个也还行 毕竟这个用起来是挺方便灵活的啊 你只需要按一下它 它就给你去是吧 比如我以前锯那个锯纸球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我感觉会轻松很多啊 这个电池的话就不是很耐用 如果经常用的话 还是买两块电池的 一块备用的 我感觉我实验室应该还是用得着 经常要锯一些东西是吧 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用啊 感觉 然后这个价钱我买的这个是109块钱啊 好了今天这个网附锯就测评到这里 好了 如果大家喜用的 记得三年一下 好了 拜拜